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高手研究所,我是Jason 今天准备给大家评测的是Tour AD的新款超标一号目 然后之前Tour AD出过一款叫做DI的超标一号目 然后DI其实是他们最早出的一款最有名的一号目 也是Tiger当初用的那款干身的名字 然后DI代表着Deep Impact就是深度撞击 然后在同一系列里面他们出的第二款比较有名的干身 就是Tour AD的BB翻译成中文叫Blue Blade 所以这次的木杆杆头也是照着他们的产品系列来 这是第二款的木杆杆头 顶面能看到是一个碳素的顶盖设计 而且整体的色调也当然维持了Blue的色调 然后杆头的形应该属于中等偏扁一点点 杆面大概是这种的形状 然后后方是有一个配重可以调整 然后干净就跟之前的Tour AD的那款DI的木杆是通用的 然后之所以我拿了两款 当然就是这个是合规的版本 这个是超标版 杆面上这款写了high core 就是高COR的意思 然后同时底面这个地方写了一个编码 但这个就没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除此以外 他们俩基本上看起来是完全没有区别的 然后给我的第一印象还算不错 但是唯一有一点不太满意的就是他现在这个漆的上的这个做工 我并不是特别的满 尤其是对他们这个品牌的水平来说 但是今天就让咱们来试打一下看看它的效果究竟怎么样 然后同时顺便给大家评测一下这一款叫做致富 这名字真的听起来是稍微有点别扭啊 实际上这个致富是他们产着干身的制作的地方的名字 没错是一个地名要致富先修路 没有地方怎么修路对不对 然后致富在他们的这个规格表上属于最靠上 就最容易祈求 而且最好打的一个款式 所以我手里拿的这款是44克的S 中折点7.2度的扭矩 然后今天选用的这个场地是一个490码左右的帕五 然后同时有一点高低的起伏差 一号目的落点大概有20码的落差 所以会比我正常的距离稍微要远一点 但是只要我开到267以后 就会只剩了一个223 所以是应该很容易有机会上的一个帕五 同时这个洞的情况是一个偏左勾腿的洞 右边基本上什么都没有 左边有一个沙坑 只要carry的距离够 基本上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一个洞 太直了一点 往右偏了一点点 260然后最后还剩248 所以就这杆要攻上去可能就比较困难了 初始的方向还是很理想的 但是就是往右边撞这个地料之外 好像打出跟刚才基本上一模一样的球 上了车道 远倒是很远 278还剩234 虽然距离是能够得上的 但是在那个位置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两上 286还剩215 坐是有坐 但是太直了点 稍微高了一点 然后263的总距离在球道上 但是还剩238 目前这颗头攻上去应该是比较费劲 咱们换成超标的看看会不会容易一点 现在是超标的时度 声音马上就有点不一样 这个明显有一种更脆的爆裂的感觉 肺还是肺 但是倒旋稍微有点高 落点只有230几 好像还是稍微高了一点 同时因为动作的原因还往右偏了 加上顶峰就还近了一点 但是球速的感觉明显要更快的 因为出去的速度明显完全不一样 还在飞 最完美的一颗 288的落点还剩208的攻应该是在球道中间 这个是目前这所有这些颗球里面应该最容易上的一颗 其实现在的这个肩身的调性对我来说是比较容易出肺 因为就是刚好我的这个节奏上面来说 对它来说我的手稍微快了一点点 回正稍微慢一点点 但是它是容易出一个特别稳定的肺 所以你看所有的肺基本上都在直线出去稍微右边一点点 肝身倒是真的是很容易起球 球出的弹道都非常高 但是可能对我来说它的整体的倒旋稍微高了一点 导致最后的carry不是很理想 但这个头的速度我很喜欢 所以我们现在搞一个稍微硬度合适一点的toyd肝身 新款的VR5S 其实这个颜色看起来比较配对不对 这感觉明显结实了很多 你觉得声音都有点不一样吗 293码球道正宫 还剩206完美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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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码 还剩202 所以首先用合规的这款是完全没毛病的 很容错也很好打 但是就是速度稍微差一点点 所以距离会稍微差那么一点意思 然后换上这个头了以后当然速度就会好很多 但是相比之下对我来说 持持步这款有点太容易起球呀太easy了 所以它的倒旋就稍微有点高 然后换上合适的干身了以后 现在这个对我来说是比较硬一点的干身 跟我的节奏比较匹配的时候 我就比较容易打出来合理的做 然后就能升一个比较好的距离 所以现在一个蓝梯上最后攻完也能升一个200左右的距离 就很有希望打硬 如果你的干头速度我觉得在90以下或者85左右这种速度 那我觉得其实倒旋高一点 更有助于让你的球在空中飞的时间长一点 比较容易远 所以其实这也是有的时候 为什么有人觉得速度太快的时候 用超标的距离没有那么的好 因为其实超标的头可能因为更适合挥速慢一点的人 那对他们来说可能需要一点合理一点的倒旋 对他们来说如果倒旋太低 那就可能球掉下来的比较快 就比较不容易打远 但就我现在的速度来说 有以我的起飞脚和距离 如果配到足够合适足够硬的干身 那即使我用这款的10度的我也能达到比较好的距离 刚才也有好几杆接近300的 那么以上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内容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